花莲青山会每年都会举办爱心捐血的活动 而今年112年度捐血活动 特别结合了企业以及配合在地青年市集 透过活动呼吁民众能够积极的投身公益 为弱势的族群来尽一份心力 也借此机会来拉近不同产业的距离 紧密结合花莲的社区 这次捐血活动在远东百货和平广场执行 特别结合企业来共襄善举 包括圆百、花莲县、按摩业职业工会、风支箱、风半岛等企业单位 再加上在地市集结合了各式甜点、蔬食、饮品以及手作课程 青山会会长张玉惠表示 以往每年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但今年是头一次结合地方社团以及市集摊商 吸引现场许多民众前来居持 花莲国际青年商会 这次举办112年度清商新捐血情捐血活动 这次也结合了花莲县按摩业职业工会 以及花莲的在地青年市集 一起来丰富整个活动 今天也特别感谢花莲捐血站及点东百货的协助 让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青商会这次除了准备多项精美好礼之外 也特别准备鸡蛋供民众做选择 而前30名捐血者还能另外获得免费手作课程 这次的活动一共募集159代血包 会长张玉慧非常感谢所有热情民众响应爱心捐血 让花莲展现充满爱与热情的城市 热血一带就能力 耶 记者综合报道